痛风被称为富贵病,因为痛风与饮食息息相关 高普林的食物是造成痛风的祸首 普林经由代谢会成为尿酸 如果摄取了高普林食物,水中尿酸也会随之升高 许多人认为以大豆类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素食者 尿酸一定高,因此尿酸高或痛风患者不宜吃素 大厂职场民医王辉民医师被问到此一问题时说 那痛风更是应该吃素啊 你晓得一公斤的牛肉产生的痛风成分是18000多米米 你只能忍受几十米米,其他的16000多你怎么排泄 所以你吃一公斤的牛肉要排泄出好多好多产生痛风的尿酸 我讲的是尿酸,一公斤的牛肉产生的代谢是18000公克的尿酸 那我们人体只能忍受七十几 那一万八卷七十几,还有一万七千多呢 所以连累的讲,其实痛风更不应该吃肉类 你吃的不得了,反而更会影响你的疾病 所以以痛风来讲,吃素最好的 假如已经有痛风的话,在蔬食里面就是豆类蛋白质 把它分离一下,不要专门蛋白质有豆类 你可以从面粉其他的种子来摄取 我讲的是黄豆 黄豆的摄取量就减拌就好了 由其他的代替,这样就可以避免痛风 但是,我讲的刘肉 刚才是一直在评论着 我来讲的评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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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